或许在未来 这份恐惧还属于欲外和上界 嗯 玄月末爷微微点头 玄机月的嘱托 他自然不会忘记 夏若雪这个罪女 必须捉拿起来 带到天上去交给他审问 而此时崇光藏地 清晨雾气未散 整个崇光藏地 笼罩在一层淡淡的雾碍中 灵气飘然 许多叶家弟子都迎着朝霞 开始了一天的晨练 他们的动作刚猛有力 虎虎生风 显出了不俗的资质 你们要加紧修炼 方可振兴我叶家 一道豪野的声音 在晨练场上滚当 说话的人正是叶灵天 他在指点叶家弟子的修炼 是 组长 诸多叶家弟子听到他的话 拳脚舞动得更为有力 此时的叶灵天 已经彻底成了叶家的首脑 地位非常牢固 看着周围叶家弟子 朝气蓬勃的模样 叶灵天也是点点头 缓步巡视着 目光不经意间望向远处 远方的山头上 有一道雪白的倩影盘膝而坐 怀里抱着一只玉兔 身上有丝丝缕缕的月光弥漫而出 不知那明月天书 弱雪姑娘领悟得如何了 叶灵天眉头紧皱 默默地盘思着 那道雪白倩影正是下弱雪 自从和叶晨分别后 她便回到了重光藏地里修炼 只想尽快变强 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 借助着轮回星宴内部 强大且属于上界的能量 她已经晋升到天神境中期 实力颇为不俗 但距离真正的高手境界 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 想蜕变成真正的高手 必须要有天大的机缘 这卷明月天书 就是我的机缘 我一定要礼物 山顶上 夏弱雪青丝迎风飘舞 眼神坚定 在她的面前 摆放着一卷古书 书的封面上印着明月天书四个字 翻开一看 里面的书页却是一片空白 没有一个文字 居然是一卷无字天书 一丝丝玄奥的元气 隐约从无字天书内弥漫而出 这居然是一门元术 薛姐姐 你领悟得怎么样了 一道甜甜糯糯 宛若小女孩般的稚嫩的声音 从夏弱雪怀里抱着的玉兔口中 轻轻发出 小白 我已经隐约领悟了 但就是差最后一步 隔着一层窗户纸 怎么也捅不破 夏弱雪无奈摇头 逆天的圆道 就在她面前 似乎触手可及 但她就是触碰不到 薛姐姐 别着急 我们可以慢慢修炼 玉兔拱了拱 夏弱雪的胸脯 一脸温顺的模样 如果天道宫的人在这里 一定会非常惊讶 因为这只玉兔 正是传说之中 上古大凶血脉最强大的存在 被镇压在悲传大地 幕府里的太阴玉兔 原来太阴玉兔被地缘殿抓走后 偷了一门小圆树 逃跑了出来 并逃回神国 误打误撞之下 竟逃到了崇光藏地 地缘殿丢失了小圆树 派出无数强者追杀 太阴玉兔虽侥幸逃脱 但也被打成了重伤 逃到崇光藏地的时候 已经是奄奄一息 失去了战斗力 夏若雪动用轮回星焰 不费吹灰之力 轻松炼化了太阴玉兔的 力气凶魂 并让轮回星石的星灵 寄宿在太阴玉兔的石海里 直接夺射 昔日凶残的太阴玉兔 彻底陨落 现在被夏若雪抱在怀里的 其实是以前的星灵小妹 她夺射了太阴玉兔的躯体 改名叫小白 昔日的上古大凶 已彻底成了夏若雪的宠兽 她凭空得到这么强大的宠兽 这机缘造化简直是逆天了 但更逆天的机缘还在后面 别忘了 太阴玉兔从地渊殿的库房里 偷走了一门小元术 元术蕴含着五道终极的奥秘 就算是小元术 也有逆天的道元妙法 比起一般的五道神通 不知要厉害多少 如果能够领悟 天地元气加深 修为绝对要突飞猛进 甚至能一步登天 成为传说中的神帝 这就是元的威力 一旦领悟足以让人脱胎换骨 瞬间逆天 太阴玉兔偷走的小元术 叫明月天书 是刀剑日月四卷五子天书之一 蕴含着太清月华的始源秘密 是月光的源头 这几天时间 夏若雪一直在修炼明月天书 明月天书是四卷天书之一 非常复杂 就算是夜晨来了 恐怕也无法领悟 但夏若雪的宠兽 恰好是太阴玉兔 血脉里有非常浓郁的 太清月华气息 在太阴玉兔的辅佐下 夏若雪也是初步摸到了 明月天书的门槛 只差一层窗户纸 就能彻底突破 一旦雾透明月天书 他绝对要一步登天 成为传说中的上古神帝 就在这时 远方的天空传来惊天巨响 一道道强大的气息 凶悍呼啸而至 怎么回事 陈炼场上 毕灵天感受着那一道道强大的气息 脸色顿时一变 在场的叶家弟子们也是一脸愕然 崇光藏地的位置非常隐秘 几乎无人知道 怎么会有敌人闯入呢 天神镜八层天 而夏若雪也捕捉到了一股恐怖的气息 闯入崇光藏地里的敌人 最强者足足达到了天神镜八层天 难道是地渊殿的人 夏若雪翘脸一沉 他凭空得到太阴玉兔和明月天书 可谓是运气逆天 机缘造化无穷 但这机缘的背后 却隐藏着天大的危险 毕竟明月天书是刀剑日月四卷天书之一 是传说中的元术 就算对地渊殿来说 也是非常珍贵的存在 如果被地渊殿知道 明月天书在他手上 必定会派人追杀抢夺 罪女夏若雪何在 速速滚出来受死 一道嘹亮的龙吟从天际传来 只见一头威武的神龙 带着十几个身穿天道宫服装的强者 呼啸着飞掠而来 不是地渊殿 是天道宫的人 夏若雪美眸一惊 那头威武的神龙 正是炎天龙人 多日不见 他没想到炎天龙神 居然突破着天神镜八层天 看来另有奇遇 族长 天道宫来人了 怎么办 叶家弟子们 看着炎天龙神 恢弘的身躯 顿时露出恐惧的神色 天神镜八层天 气息实在太可怕了 简直是不可战胜 撤 躲到玲珑宝塔里面 叶灵天脸色很是难看 这段时间修炼 他已经突破了混沌境 达到了天神镜初期 但面对炎天龙神 还是没有任何胜算 危急关头 他只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暂时躲到玲珑宝塔里去 再想办法通知叶晨 等待救援 叶家的古堡玲珑宝塔 虽然不是鸿蒙至宝 但也是品质上乘的一流法宝 足以暂时抵挡天道宫的锋芒 他想要脱困 除非是叶晨回来 否则没有任何机会 听着他的话 周围的叶家弟子们 慌忙往玲珑宝塔逃去 炎天龙神盘踞在天空 望着下方的画面 冷哼一声 并没有管逃跑的弟子 而是直接降落 带人杀向夏若雪 不好 若雪姑娘有危险 叶灵天脸色一变 立刻朝着远方的山头略去 她虽然不是炎天龙神的敌手 但要她看着夏若雪出事 却是万万不能 毕竟夏若雪是叶晨的女人 如果她发生意外 她真不知如何向叶晨交代 薛姐姐 小心啊 小白看到炎天龙神降临 圆露露的眼珠子 也是露出惊慌的神色 从夏若雪的怀里跳下来 身上释放出一缕缕的月光 化作一道道的月牙利刃 悍然奔杀而出 嗯 太阴欲吐 这大凶怎么会在这里 炎天龙神看到这一幕 顿时无比震惊 龙爪一挥 击破月牙利刃 旋即摇身一变化作人形 带人降落下来 铁桶般地包围着夏若雪 啊 还有明月天书 这门园树居然也落到你的手上 他看到夏若雪的手上 还有一件天书 上面隐约弥漫出玄傲的元气 等时大惊失色 想不到 想不到啊 原来地渊殿被偷走的天书 居然被你拿了 炎天龙神吭的一声 拔出白虎断魂刀 目光依然带着震撼的神色 在出发前 他就和轩辕墨爷讨论过太阴玉兔 偷走地渊殿元术的事情 但确实没料到 原来太阴玉兔居然逃到了崇光藏地 地渊殿内天书元术 也是落在夏若雪的手中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如果抓住你 这卷天书就归我天道工了 炎天龙神母光森森盯着夏若雪手上的明月天书 猛地一挥刀 狠狠地斩杀而出 如果能抢到天书 天道工就能掌握绝对的主动权 不管是暗中修炼 还是还给地渊殿 都可以由轩辕墨爷主宰 雪姐姐 我来保护你 小白看到夏若雪有危险立即冲了出来 他表面上是上古大胸 但灵魂实际上是以前的小星星 自然是拼死护主 在夺赦太阴玉兔后 他身魂渐渐融合 目前已经有天神静六层天的实力 虽然和炎天龙神相比还差了两层 不过他有大胸血脉 倒是可以一战 就见他摇身一变 化作了一个身穿淡白色碎花短裙 扎着双马尾 模样无比娇俏 无比可爱的小女孩 澄澈纯净的眼眸里 忽然冒出了魅惑的光芒 接触到他的目光 炎天龙神心神顿时摇荡 脑袋一阵发晕 居然有点站立不稳